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市从一楼知名的印度餐厅迅速蔓延 最后造成43人死亡的悲剧 七层楼高的建筑在大火肆虐下烧成焦黑 大批民众在火场旁喊叫 试图帮忙救援行动场面混乱 周四晚间10点左右 孟加拉首都达卡的一处高级住在区内 购物中心突然传出火警 起火点是在一楼的知名餐厅 火市蔓延得非常快速 因为3天一瓶盐厅 只能跟着其他人呐 然后我们会带着粉丝 联体员工与幸存民众情绪激动 描述惊险逃命的过程 这场激烈大火至少造成43人死亡 目前还要调查为何餐厅起火 但初步怀疑有可能是瓦斯外泄引起 而且消防人员表示 这栋购物中心其实属于危险建筑 每一层楼甚至楼梯都摆放了瓦斯桶 有可能因此使得火势迅速向上窜身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跟泰国从今天开始永久互相免签证 消息一出大陆的关键是搜索热度 比前一天增长了超过四倍以上 由于旅游业是泰国重要的经济来源 加上大陆又是泰国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国之一 实施互免签证的政策 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路客前往泰国 大陆泰国永久互免签证 3月1号起生效 为了迎接财神爷 泰国各大景点和餐厅 纷纷在告示牌和菜单上加注中文 另外导入行动支付 并开发路客喜欢的餐点降价促销 空中酒吧装设七彩灯光 就连白天也能感受夜生活 曼谷市中心这间商场开幕三个多月 内部城市充满浓浓中国风 业者还与酒店航空业者联手促销 吸引金字塔顶端客群 从去年9月开始 泰国就提前针对路客 实施五个月免签利多 然而人潮不如预期 去年路客大约350万人次 只有疫情前的三成多 英国BBC指出 除了疫情后的联航班次短缺 以及大陆经济放缓外 泰国治安不佳 也导致路客缺步 由于泰国也是台湾旅客 热爱的东南亚目的地 泰国政府统计 去年台湾旅客 付泰超过72万人次 整体消费金额 约新台币190亿 因此从去年11月10号 至今年的5月10号 泰国也开放台湾人免签 每次停留不超过30天 另外包括南韩 澳洲 加拿大等 全球超过60几个国家 都能免签到泰国 跟邻近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抢观光生意 泰国加快开放脚步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持续带您关注以哈冲突 现在罹难的人数 已经突破3万人了 周四有数百名饥饿的 加萨嫩民 为了要争抢救命物资的卡车 施共演变成暴力混乱 导致112个人死亡 超过700人受伤 以色列辩解 他们说现场因为发生了 踩踏跟碾死的意外 乙军为了维持秩序 才会对空鸣枪 但巴勒斯坦当局却说 许多的死者头部 都是重弹的状态 根本是乙军蓄意杀害 这段以色列国防军的 空拍画面中 密密麻麻 都是饥饿加萨难民 周四救援卡车 进入加萨市 他们蜂涌而上 抢救命物资的时候 悲剧发生 突然枪声大作 难民惊恐逃窜如人间炼狱 至少112个人死亡 约750人受伤 只是以色列为何要开枪 以军辩解说 起初有卡车司机 冲撞人群 引发踩踏意外 他们才对空鸣枪 维护秩序 到底有没有对着人群 开枪 以色列说法含糊 巴勒斯坦怒指 乙军蓄意谋杀 双方说此没有交集 美国还在弄清楚 事发经过 而国防部长奥斯丁 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 也被问到加萨死伤 奥斯丁说2.5万妇如罹难 加萨当局的最新统计 总罹难人数 已经突破3万大关 眼见加萨局势 濒临失控 联合国再度呼吁 乙军立刻忍到停火 还说若是救命物资 能够安全进入加萨 也不会发生暴乱悲剧 推测送不到 美国德州发生了 史上第二严重的野火 目前有五场野火 同时在燃烧 燃烧的面积高达了 85万英亩 大约台湾北北 鸡桃四个 县市的面积怎么大 牛群惨叫狂奔 后面黑压压的不是乌云 而是已经烧到浓烟 窜天的可怕野火 牧场主人赶着牛群赶快逃命 美国德州的狭长地带 野火延烧超过三天 火势就像有生命一样 不断扩大蔓延 有民众拍下火势开始逼近的瞬间 结果不到几分钟 烈火已经烧到家门前 火势来得又快又急 当下被撤离的民众都还心有余悸 吓都吓坏了 很多民众撤离的时候 什么都来不及待 民众回到家园 对面邻居房子烧到连一点灰烬都不剩 放眼看过去全部都是一片焦黑 车子只剩骨架 还有牛活活被烧死 危险的是还差一点烧到盒子设施 晨清大火不影响盒设施 但是这一场德州史上第二严重的野火 已经严重影响当地 德州的狭长地带目前有五场野火同时在烧 火场面积超过85万英亩 换算下来几乎是逼近台湾北北基陶四线市的面积 消防员累都累坏了 但是目前为止只控制住3%的火势 民众还拍下这惊悚画面 野火就像是会过马路一样 直接跨界延烧 烧到邻近的奥克拉和马州 大片草原变成火海 至少8700英亩被烧毁 居民紧急撤离 会这么严重都是因为今年异常暖热的冬天 但现在一切对于旧灾来说可能更不利 受到强冷风的影响 预期当地还是会出现强风天气 而影响的不止德州 还包括俄亥俄州也出现了天气怪象 前一天还看到难得的何许阳光 民众散步跳水 终于可以进行户外活动 俄亥俄州气温才回升到摄氏20度左右 民众全都乐得出门晒太阳 不过才刚占天气太完美了 隔一天就变天了 降下冰雹跟强震风 居民被逼得紧急撤离 仿佛遭遇龙卷风 伊利诺州还有民宅的屋顶 直接被吹飞了 极端天气说变就变 当地温差更高达22度 不仅是坏天频传 更让天气灾害难以预防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诉讼残身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法律战的拖延战术 似乎已经奏效了 美国最高法院宣布 4月底听取他试图推翻 2020大选的结果一案 是否享有总统刑事豁免权 但这样一来 审判时辰可能会推到 总统大选之后了 继科罗拉多州跟缅英州 还有禁止川普参选 这个总统初选之后 伊利诺州现在也裁定 禁止川普去参选了 不过到底要不要执行 最后还是得看看 最高法院针对科罗拉多州 做出的最后裁决 密歇根州总统初选才结束 美国最高法院就做出重大决定 将在4月22号那一周 听取前总统川普 试图推翻2020大选一案 是否享有总统刑事豁免权 这个决定将推迟案件审判 可能拖到今年11月大选日前 或甚至拖过今年 这对川普团队拖延官司的战术来说 无疑是个胜利 到时候最高法院将首次针对 前总统在任内涉及公务的行为 是否享有总统刑事豁免权 如果享有又该到什么程度 进行口头辩论 川普是第一位遭刑事起诉的美国前总统 现在又几乎笃定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 让接下来几个月的政治日程更加复杂 三月底他的验刑封口废案将开审 五月底白宫机密文件案开审 七月中是共和党全国大会 八月初还有乔治亚州密谋推翻大选案 如果他赢了选 而周三伊利诺州一名法官裁定 禁止川普出现在伊利诺 三月十九号的共和党初选选票上 因他在2021年一月国会暴动的角色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禁止在宣誓效忠美国后 又参与暴动或叛乱的人担任总统 这是继科罗拉多州和缅英州 第三个禁止川普参选的州 另外川普在纽约的民事诈欺案 遭罚款四亿五千四百万美元 川普称手上没那么多现金 改提缴交一亿美元的保证金 但遭上诉法官驳回 裁定必须缴交全额保证金 川普可能因此需要出售或抵押房产作为担保 川普为了法律诉讼忙得不可开交 他十一月大选的对手 现任总统拜登 这天则赴医院做年度健康检查 医师说八十一岁的拜登 健康活跃强健 试任总统一职 拜登的医师表示他去年做了根管治疗 现在正接受睡眠呼吸中止症治疗 但健康状况良好 不过拜登没有接受任职测验 白宫发言人说他不需要 拜登身为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 与七十七岁的川普互控对方行之衰退 周一上脱口秀时 说川普不过小他几岁 连自己老婆的名字都不记得 且观念老旧过时 比如堕胎拳议题立场 不过现年八十二岁 比拜登年长九个月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麦康诺 周三宣布他将在十一月卸下党领导一职 出身肯塔基州 与美国首位女性华裔部长赵小兰 竭离三十一年的麦康诺 在参议院领导共和党近十七年 是史上任期最长的共和党领袖 为川普巩固了保守派 在最高法院六比三的多数 不过去年夏天 麦康诺两度在公开场合 谎神断片 让他的健康问题浮上台面 这次意外宣布卸职 但参议员将继续做到 二零二七任期结束 TV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出席了 这众议院政治伦理审查会的会议 就执政党自民党派系 收取了政治现金回扣的丑闻来道歉 岸田强调 未来不会在首相任内 举办政治资金筹款宴会 违规人士将会受到党内的处分 以及追究政治责任 重申 目前已经只是自民党来修改法条 那么对于相关的案例 不仅是会计人员 政治人物本人也要来做负责 不过岸田始终没有回应 这回扣的问题来做完整的说明 也引发外界更多的质疑 开发出ChatGBT的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推出了短影音生成器SORA 使用者只要输入短短几个字句 就能生成长达60秒的拟针影片 虽然这项新科技还没有开放给大众来使用 专家们已经提前公开的来表示他们的疑虑 担心这会导致假讯息更容易传递 而未来除了摄影师 平面设计师 影片创作师 接下来可能也要面临到失业的问题 打造ChatGBT的美国科技公司OpenAI 推出最新AI立作SORA 只要输入文字提示 就能产出一支60秒影片 SORA的名字取自日语中的天空一词 OpenAI团队成员说 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 是因为SORA将唤起无限创造潜力点资 根据OpenAI的报告 他们寻愿SORA去理解和模拟 运动中的物理世界 像是输入一群小狗在雪地玩耍 立刻运算出栩栩如生的影片 目前众多开发中的生成式AI影片 只有SORA可以做到如此精细 虽然这项新技术尚未对大众公开 专家们提前示警有疑虑 SORA也将彻底改变电影制作广告 平面设计和电玩开发等行业 引发关于盗版和艺术权利的严重问题 ABC新闻一年前专访过OpenAI执行长奥特曼 当时奥特曼曾经透露 即便是他对人工智慧也有些恐惧 SORA的问世引发外界担忧 但其他AI相关企业也在巧巧开发类似工具 纽约新创公司若为AI就曾推出相同产品 但产出的影片只有几秒钟且画质不佳 SORA产出的高品质影片 逼真到像是从好莱坞电影截取的片段 从静态图片走到影片 未来除了摄影师 平面设计师 影片创作者恐怕也要担心失业 OpenAI表示他们仍在测试优化 现阶段开放给特定艺术家与创作者使用 透过他们回馈修正 要等到SORA开放给一般用户 还需要一段时间 TBS新闻综合报道 明天就要迎来台日职棒的交流赛了 那么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 今天一大早就进到台北大巨蛋来备战 年轻的王牌投手 互相详争呢 也就是对战中信兄弟的先发投手 另外当家的球星版本勇人则表示 这一次感受到台湾球迷的热情 更期待球迷对他们的应援 战上大巨蛋投手球 独卖巨人队的年轻王牌投手 互相详争认真练习 2号将要对上中信兄弟 但是他也坦言 对中信兄弟并不熟悉 将担任对战中信兄弟的先发投手 互相详争前一天下飞机 就赶到大巨蛋先适应场地 另外曾经三季拿下中央联盟 从圣投王的奸野置之则是三号的先发 对乐天桃源还没有特别勤搜 只希望把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 让台湾球迷们看见 因为对台湾棒球的应援方式 让不少巨人军们印象超深刻 从抵达桃源机场就已经感受到 满满台湾球迷的热情 当家球星白本勇人 对这趟交流赛也是充满期待 刚本何真已喊话 要扛出巨蛋的第一颗拳雷打 不过就在巨人军抵达台湾之后 大股祥平惊喜宣布结婚 只是女方到底是谁 日本媒体也摸不着头绪 独卖巨人全一军球员来到台湾 将要交手中信兄弟和乐天桃源 球迷拭目以待 TVB月圈中英文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日本北海道的枝床半岛 是很多人会在冬季前往 欣赏流冰景致的地方 只不过是前当地海域 出现了一群虎精 受困在这流冰之中 也引起了专家还有媒体的关注 冬季的北海道东部放眼望去 竟是一片银白的流冰壮观美景 没想到当中却出现不寻常的景象 地点是距离罗旧亭 海岸大约一公里处的地方 二十头左右的大小虎精 疑似受困在流冰巡 挤在一块 不断喷气却游不出来 流氓的隙間里 看起来 很严重 专家里面有点看起来 车车车车车车车 也认识了 学生们也在电视上 用了iPad的视频 感到很可爱 怎么会变成了 学生们也在学校 也在学校中 也在学校中 我也在学校中 也在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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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得知有虎精迷路 拼命想办法 希望解救他们脱困 不过船只无法靠近流冰的海域 根本束手无策 等到了隔天 流冰块之间的空隙变大 当地区公所人员观察 结果发现受困的虎精群 已经不见踪影 昨天的重点 专家表示被称为海上霸主的 虎精兽困流冰 其实是很难自行逃生的 专家说 类似的情况真的很少见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受到暖化影响 这几年流冰大减 让虎精一个不小心 就钻进了流冰海域出来 迷路虎精寻找流冰的缝隙逃生 阳光照来的光线 也可能是指引他们 顺利离开的主因 媒体报道流冰寻出现 也不过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难怪连虎精都措手不及 之前还有货柜船 跟多达八艘的渔船 遭到流冰阻挡 最后出动破冰船解围 更离谱的是 王走势曾经发生 大学生为了拍照 站上靠岸流冰漂流海上 惊动当地警销 还有海上保安队 为此相关单位也呼吁 流冰是珍贵的观光资源 保持距离欣赏 才是上上策 TVBS新闻 徐启企方 综合报道 这几年健康饮料市场的商机 不断扩大 以往只有热带国家 才喝得到的椰子水 现在陆续出现在 不同国家的超市货架上面 目前在全球的商机 已经来到了66.4亿美元 在北美有一家饮料的业者 靠着包装 还有好莱坞名人的加持之下 靠着卖椰子水 就成为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大企业 口感清甜又消暑解渴 椰子汁不但是南方岛屿的国民饮料 现在更是全球各地超市里热卖的商品 这种透明的饮料 在全球创造66.4亿美元的商机 预计到2030年 还会推升到200亿美元 把椰子水带到国际市场的 幕后推手之一 是创立饮料品牌的科班 靠着纸盒包装的椰子汁 创造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 透过技术将以往只能在热带国家 才喝得到的饮料 送往北美销售 2004年成立的品牌 在刚投入市场的时候 就碰上竞争对手 椰子水大战就此开打 不服输的心态 推动品牌快速成长 尽管对手后来被可口可乐给收卖 白氏也看上相关商机 抢进市场 让品牌业者更有企图吸引 然后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桌上一只小颗面 然后我们需要更多 所以我们发展了两个新款 我们发展了 就是蜜蜜蜜蜜 和蜜蜜蜜 然后在桌上一只一只 我们会有三个 业者还进军有机超市 利用好莱坞名人效应 并且请来天后代言 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一直把在美国的市占率 推升到51% 不只是椰子水业者更扩大品项 包括椰子相关饮品 就连椰子油护肤品都有销售 这几年还跨足运动饮料市场 2021年10月更是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 业者积极拓展市场 将制造工厂扩大到印尼泰国等10个国家 超过30个国家都能喝到这个品牌的椰汁 因此去年销售突破历史记录 稳坐北美椰子水品牌的龙头宝座 TVN新闻综合报道 苏丹红辣椒粉风波持续延烧 其中多达450公斤被制成咖喱粉 已经流入全台12个县市 不只台北市有餐厅使用 新北也有超过236公斤待回收 在高雄更有业者把这样的咖喱粉制成了咖喱椒盐 苏丹红辣椒粉现在更被制成了咖喱粉 而且通通流入市面向在北市的这家餐厅 就被查火使用有问题的咖喱粉 有各式各样的印度异国料理 但店内却很冷清空无一人 因为这间北市餐厅才被查火 使用了餐有租单红的咖喱粉 相关料理早就被吃下肚 剩下的也紧急下架8.91公斤 但平白无故 商与就被影响老板也吐苦水 你们又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安全的 可靠性的的厂商 改天我又换了一家 那还是有这种问题存在 那这个问题都周而复始的 不止北市 新北也有问题咖喱粉 三家食品公司有进货 但还有236.4公斤 还没追回 主要出货与杂粮行 以通知停止贩售 并陆续回收中 全台动起来追苏丹红咖喱粉 毕竟当初被制成咖喱粉 可是多达450公斤 流入12县市 双美桃园台中云嘉南高平到宜花东都有快片及全台 卫生局还在紧急回收周 向宜兰食品制造业进货30公斤 先下架5公斤 制成的产品全数封存 高雄则有四个业者进货下架回收681公斤 但有15公斤的咖喱椒盐已经外销到马来西亚 而桃园也有一家参访食品跟物流公司进货 一家为阳眉区验咖喱参访购入咖喱粉 共计105包每包一公斤 以使用完毕于餐点 屏东也派人到工厂击查 进货210公斤的咖喱粉 接货通之后全数移到退货区未使用 只是含有苏丹红的咖喱粉 还有多少没回收下架 使药署还在统计中 只盼速度能再快点拦截有问题的咖喱粉 避免民众吃下肚 特别新闻王华林家庭台北从报道 麻疹疫情正在欧美国家卷土重来 英国从去年10月到现在已经将近600例通报 能对抗麻疹的疫苗第一剂 通常都会在1岁的时候来施打 但英美国家第二剂的时间是定在4到6岁 不过估计英国还是有340万16岁以下的小朋友 只打过一剂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很多人也没有打过麻疹疫苗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美国 校园外的家长们忧心忡忡 他们才刚得知目前这所学校 已经有7人感染了麻疹 美国佛州爆发麻疹疫情 主要集中在韦斯顿海牛湾小学 而且已经扩散到社区 目前共计10例 其中7例为5到14岁孩童 还有2例年龄不到4岁 麻疹出其症状与感冒类似 包括发烧 咳嗽和流鼻水 有些人会出现结膜炎 发烧3到4天后口腔内出现斑点 也有人会出现皮肤红疹 严重者会并发中耳炎 肺炎或脑炎 麻疹病毒传播性强 确诊者咳嗽或打喷嚏时 透过飞沫传播 病毒可在空气中停留 长达两个小时 可预防麻疹 腮线炎的MMR疫苗 通常第一剂是在出生12到15个月间 施打 保护力达93% 美国规定第二剂必须满4岁才能接种 两剂打完保护力达97% 但根据美国疾病防治 及预防中心CDC统计 美国只有92%的孩童 在两岁以前打完第一剂 低于联邦政府目标的95% 这是佛州卫生局局局长拉达波 给家长的一封信引发重怒 他表示通常会建议没打疫苗者 如有一律可待在家中 但要不要送孩子到校 最后还是家长自行决定 佛州卫生局局长拉达波 过去曾在新冠疫情期间 质疑过疫苗有效性 而他这回主张孩子 就算没打过麻疹疫苗 也可到校 与美国CDC防疫规范相矛盾 CDC警告没打过疫苗者 与病患接触后的感染率高达90% 麻疹也正在欧洲地区逐渐升温 英国更是疫情集中地 从去年10月至今 病例达581例 光是过去四个星期 就新增169例 11个月大的男宝宝奥斯卡 最近被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医 高烧体温到39.9度 宝宝立刻被送往 博明罕儿童医院的隔离病房 最后判定他是感染麻疹 鬼门关前走一遭 男医母亲表示 等奥斯卡一满周岁 就会带去打第一剂麻疹疫苗 英国已经将麻疹疫情 列为全国性事件 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统计 全国有超过340万的 16岁以下儿童 只有打过第一剂 或是根本没接种过麻疹疫苗 现在努力实现疫苗战普及化 伦敦还特别在哈克尼区 提供不含动物成分的麻疹疫苗 让民众不必依为宗教因素拒绝施打 此外美国也正出现 诺罗病毒肆虐 根据CDC统计 目前东北部9个州都有上升趋势 纽约州科盖德大学 近期有15名学生出现诺罗症状 目前已有两人验出阳性 另外还有54例正在调查中 感染诺罗病毒者不分年龄 估计美国每年约有2000万例 通常在人们群聚用餐期间传播 因为目前没有特定治疗方式 医师呼吁感染诺罗后 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 医师表示 诺罗是一种像流感一样的季节性病毒 主要透过接触被污染物体 或者飞沫传播 维持时间可达24到72小时 呼吁民众勤洗手 仍是对抗病毒的不二法门 TVS新闻综合报导 南韩天团Super Junior成员归贤 即将在5月份来台举行专场 他抢身在YouTube频道翻唱 周星哲的亿万神曲 网友打赞 南韩天团Super Junior成员归贤 惊喜翻唱周星哲的 你好不好 能不能继续对我哭 对我笑对我好 继续让我为你笑 为你风陪你老 咬字不可能会这么标准 而灰险还还原了原版MV的旁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网友大赞太用心 周星哲本人也亲自回应 好听还说自己也有看对方主持的单身及地狱 而归贤即将展开巡演 5月份来台开场 他就曾透露有机会听到 从未发表过的班唱歌单 另外EXO出身的薄贤 及戏剧女神蒲兴慧 也有望来台唱中文歌 薄贤5月4号5号将连唱两场 蒲兴慧4月20号在台开见面会 先前都曾挑战过中文歌 或许也会带给本思惊喜 另外国民妹妹IU公弹资讯终于曝光 4月6号7号IU唱进小巨蛋 这次全面彩石鸣志 而去年她曾和New Jeans拍网路节目 这回也宣布3月首战首尔场将邀请她们当嘉宾 会不会和New Jeans老妖汉影重现歌曲 两边粉丝都很期待 TVBN的新闻谢谢西红一听台报道 过去两年美国科技业掀起大裁员潮 在AI的浪潮之下 恐怕会一直被视为金饭碗的软体工程师 现在职缺也会开始有所缩减 原本在美国的新创公司担任中阶工程师 但工作一年突然就被通知 自己也在被裁员的名单当中 心态上得调试 认清这就是现在美国科技业的现况 疫情期间大部分的科技公司 他们看好未来性 所以他们大量的招募 但招募到一定程度后 他们发现疫情结束了 他们需要回归到正常 可是有这么多的人要养 养不起的话 他们就只好大刀阔斧 开始进行裁员的动作 Google的裁员是跟AI有关没有错 那Facebook的裁员就像我前面说的 他是因为前面大量的招募 招募得太快 索性沉淀一段时间 在摩根大通继续担任工程师 但过去被视为就业金饭碗的 软体工程师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美国科技业整体进入重整期 再加上AI人工智慧的威胁不断增加 工程师不再高枕无忧 因为就连科技巨头都加入裁员的行动 Google它其实这间公司 是从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直到去年开始 我以前的梦想是说 有朝一日我要进去Google躺平 可是我发现Google现在躺不能躺平了 你进去以后你还是有机会会被裁员 所以我的调试就是说 我发现说我要认清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尽量的存钱 尽量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有这个觉知 我们要试着去跟AI做合作 我们可能也要认清说 几年后也许AI很快就会取掉 取掉大部分的人力 近几年美国科技业 掀起大规模的裁员潮 而且根据一份调查 找来进万民的软体工程师访问 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份的薪水待遇 会跟前一份一样 而且AI的生成将会导致止缺缩减 这是根据匿名职场社交平台 Bly去年12月做的一项调查 接近9成受访者表示 现在比疫情前还要难找工作 66%的人认定为难很多 还有近80%的受访者表示 去年就业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32%的人完全没有信心 如果被离职 还能找到一样的行资待遇 可能跟AI无关的白领工作 第一个因为AI的加成 所以他可能需要的人数下降 第二个是他们把更多的人力 原额挪到跟AI发展的区块 可能是某些部门 或者是某些职缺 所以彼此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消涨 所以AI带动了人力需求 另外一方面当然 它也降低了某些人力的需求 当然裁员考虑面向很广 其中也包含刺激股价上升 满足华尔街的期望 裁员似乎成为了一个快速且有效的手段 同时还能强化员工的竞争力 以及工作效率 但最关键的还是脱离不了AI影响 毕竟投资于AI需要大量资金 调节其他人力成本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它是被AI影响 但是AI不是取代目前的人力 而是因为他们需要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需要把这些资源 为他们下一个成长动能也好 或投入更高获利率的 获利的产业也罢 就是做一个策略性的移动 而看到台湾像是高通 跟随母公司人力调整 不过放眼整体科技业 财源状况却和美国大相径庭 反而对人力需求是增加的 面临到缺工的窘境 AI晶片的设计 代工到AI伺服器 包括里面所有的硬体 从晶片到机壳 我们台湾的供应链 是非常完整的 因应美国这一波AI的转型 反而对于我们整个人力需求 特别是前线直接人员 需求渴望会大幅度的提升 AI发展不容小觑 工程师能力恐怕也有部分被取代 进而影响公司雇佣人才 因此如何学习和AI共存 值得深思 在AI浪潮下席卷全球 势必也牵动着 未来科技业的就业环境 特别新闻罗氏鹏周旋台北报道